大家好,我是Mr.Manso 今天會跟大家講 S2 5th Class Exercise 11A 圓周和圓的面積 的例四 審題 配期 不是姓李的 有一兩汽車 其車輪的半徑為36cm 車輪每轉動一周 汽車移動的距離是多少 車輪每轉動一周 記不記得我們玩的GMAX 這條紅線正正是車輪 或者圓形走一周的距離 走一周就走到圓周 所以 該距離應該是圓周 就是2乘2π 再乘2的直徑 直徑就是30cm 不過留意 題目寫 答案2π表示 很簡單 答案是2乘236 當然是72 72乘π 那就72π 最後當然不要留下單位 好 看看B 李小姐 聲稱若該兩汽車行使3公里 汽車的車輪轉動不會超過1500周 你同意看說法嗎 試解釋你的答案 這條洞 sheet 就是說 它逐步3公里 3公里對...... 會不會超過1500個個圓 mans 以考慕一下 車輪一周的車輪有多少? 其實72π大概是226cm 而3km,或者叫3公里 3km很快就知道 3,000m乘1000m 然後3,000m是多少cm? 我唯有把3,000m乘100m 當然,3,000m最終是30萬cm 到底30,000m可以分到多少個226cm? 我們就拿30萬除 由於26是近似值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除回真值 除回72π 30,000m到底有多少個226? 我們除了出來,大概有138個 1326點多個226 即是說 車輪應該逛了大概是 1327個周 遠遠是低於1500m OK 所以 佩奇就說 如果逛3公里 車輪不會轉超過 1500周 這個說法是正確的 因為他只是轉得 大概是1327個周 OK 好了,到你做即時練習4了 請你 Post Ramin 做完之後回來就一起對答案 好,多謝大家的嘗試 即時練習4 1枚直徑為3cm的圓形硬幣在桌子的表面上滾動 硬幣每滾動一周 他在桌子上的距離是多少 硬幣移動了一周 就像幅圖一樣 圓磚滾了一周 即是逛了圓周 該距離 等於 Pi乘2的直徑 即是3 小心點 去條例題就給半徑 但今次即時練習是給你一條直徑 所以你要分得清楚 當然啦,你要說最後的答案就是3pi cm OK,不要漏了,漏了就會 被人說你漏單位 B 只見聲稱 若該硬幣在桌子上滾動1.2米 滾動的周數少於15周 你同意他的說法嗎? 試解釋你的答案 首先我們將這個1.2化一化 OK,1.2米就會等於 1.2乘以100Cm 將m換成100Cm 就會立即成為 120Cm OK,那周數是怎樣呢? 就是總距離 即是他走的距離就是120 那就除了他每一個圓周的 走了9.42 從肉眼看 應該都是大概13倍 14倍,一定不過15倍 這樣120除9個多 大概就是分到12份 即是他120Cm 走了 大概是12至13轉的9點多Cm 那當然就是少於15周 OK 所以我們就同意該算清 就是這麼簡單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